同学,您好 我们现在来开始Ib生物学的讲解 今天我们讲第一章Cell 这个视频主要是第一章的第一节 1.1的内容 Cell Theory, Cell Specialization, and Cell Replacement 细胞理论,细胞的分化和细胞的形成代系 replacement,形成代系,或者替换 细胞的理论有三个大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有机物 都是有一个或者更多的多个细胞组成的 细胞是生命的最小的一个单位 以及所有的细胞其实都是源自以前的细胞的分裂 叫pre-existing cell 以前存在的细胞,来自于以前的细胞 那么我们下面来谈一谈生命的一些功能 那么生命就是说它有metabolism 就是新陈代谢 所谓新陈代谢就是新的要进来 新的要产生,那代谢陈就是说旧的,旧的要失去 那么叫metabolism reproduction就是繁殖 那么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动物、植物都要繁殖自己的下一代 Hermeostasis,翻译成中文的叫稳态 或者叫稳定状态,简称稳态 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说他生病了,这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失去了 而不生病,健康就是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excretion,排泄 比如说我们要小便,大便,出汗 这叫都是excretion的一种表现 植物的话,那么就要排出它的这个biproduct的副产物,就是oxygen,氧气 那生命呢要有growth,生长,growth 就小的变大的,大的变老,老的,大也持续 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成长,response,反应 就是说别人叫你名字,你会答应 或者说你转头看一下,等等都是一个反应 其实呢,这更多的涉及到神经啊,比如说别人碰到你的手 你的感觉到别人在碰你,或者是你的手会缩回去 别人向你打招呼,你会微笑的,这都是response nutrition,营养啊,就是我们要吃进去啊,这个水,二氧化碳,碳水化合物啊 Curban dioxide,就是所谓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葡萄糖 然后呢,也需要补充protein,蛋白质,需要吃这个lipid,或者tricuspid, triglyceride,三质线干油 也就是脂肪等等,这些都需要是人体所需要的营养 因为呢,人体呢,无时无刻不在消耗能量 所以呢,补充相应的能量,也就是要补充相关的营养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些生命的这个基本的一些概念 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是讲一个叫paramecia 这个paramecia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上呢,已经给大家把这个中文的意思查出来了 那么就是说paramecia呢,是叫无几堆的一个动物,叫草里虫,或者草里虫鼠 它呢,是一个单细胜的这个生物,它被属于这个叫protein,原生生物的一个真核原生生物界里面的其中一个单细胞的一个生物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张图上,这个paramecia草里虫呢,它有anterior end前端和posterior end后端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前后呢,各有一个所谓的contractile vacuos,可以收缩的一个小的男抛 anterior,contractile vacuos,就是前端的可收缩的一个小男抛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后侧,posterior contractile vacuos,前后对应 然后再往一次呢,就是aural groove,就是所谓的无几堆的口沟和尾口部 然后呢,因此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它这个相对比较大一点的叫maculonucleus,所谓的大核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叫micronucleus,小的一个细胞核,是吧 然后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尤里的这部分呢,这个部分叫做food vacuos 它形成了一个吃的食物,形成一些小的男抛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paramecia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草里虫的最外侧呢 它这个有一个叫chicocyst,所谓的脊细胞,就像一个刺一样的,或者刺细胞,就像一个刺 就是插进去这个细胞里面 那么,然后就看到这个细胞里面,这个呢,也就,也同时也叫做叫oral vestibule 叫做口腔前庭,oral vestibule 对口腔的一个前庭这部分 再往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个buccal cavity with rosocilia used in filling 在吃饭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应该说口的口腔啊,会产生这些口腔的这个 可以看到这一个叫,相应对来说是淡紫色的这个一个部分 然后可以看到,在这个末端呢,有一个叫cytostome,所谓的细胞口或者入口孔 然后呢,请大家注意,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孔,叫anopor,中文叫肛门的一个开口 肛门的孔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单细胞的这个草底虫,paramecia 有oral,有吃东西,有吃进营养 然后呢,吃进去的这些营养呢,会成这些小泡,food vacuos 同时呢,它有排泄的oral pore,是不是啊,以及呢,它其实也有这些所谓的micronucleus和这个macronucleus 有大有小,也就是说有初步的这个类似细胞的细胞核 是吧,以及呢,它还有前面的收缩的vacuol和后面收缩vacuol呢 那么它可以所谓的变形啊,或者有一定的这个神经感知啊 它外面的cilia呢,就是蠻毛,也就是感知外面的一些变化等等 那么也就是说这一个单细胞呢,这个其实跟我们 呃,就是说虽然我们非常成熟的高级的动物的细胞啊 也相差比较大 但是呢,它就慢慢的也具备了基本的一些这个功能 好,这是我们对这个paramecia的一些讲解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我们这一个图上面 可以看到这一张这个是一个叫chlorella啊 叫小球藻啊,绿藻的一种的这个,它的细胞的一个组成 大家可以看到最里面一个最大的空泡叫chloroplast啊 我们所谓的叫液滤体 然后在这个圆形里呢,叫nucleus,它的细胞核啊 然后呢,cytoplasm就是细胞浆啊 然后在整个外侧,红色的就是它的这个seal membrane啊,细胞膜 然后大家记得我们在早里面的植物,它没有细胞膜啊 它有细胞膜,但是最外面的它是细胞壁啊,或者seal wall啊 一定要记住,植物的最外面是细胞啊,细胞比seal wall 而动物的它是细胞膜,seal membrane 那这个植物呢,它的细胞比seal wall的里面有seal membrane OK,细胞膜,OK 那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作为一个棗的话,chlorella它是一个植物 那么可以看我们知道这个chloroplast就是液滤体是这个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地方,是吧 所以它这个给出了一个边界的绿色的这部分,是能量的一个powerhouse 对于动物的细胞来说,是我们的mitechondria啊,线粒体 是我们的这个powerhouse 好,植物呢,是chloroplast 那当然就是说植物呢,它也有mitechondria线粒体 只是呢,它最主要的是chloroplast,OK 好,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呢,就是说一个标题呢 叫做seals and size seals and size 就是细胞和尺寸 那么我们怎么样子知道细胞的大小呢 那细胞就非常非常的小,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要想看到这样的细胞呢 就必须要借助叫microscope啊 就是所谓的显微镜 那么显微镜呢有分两种啊 一种呢是light microscope 一种是electron microscope 所谓的电子显微镜和光光学显微镜 那么这两个相比较啊 那样的话呢,light microscope呢 相对比较啊,就是说便宜或者 inexpensive 是吧,不太那么贵 而电子显微镜呢,比较便宜啊 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电子显微镜的话呢 就是相对可以呢,就是说可以啊,就观察一些相对比较复杂的 比较长的一些个标本,specimens标本 而这个光学显微镜呢,叫light microscope 可能只能是简单的 这个也是简单的一些这个标本的一些准备 另外就放大这个倍数而言的话啊 这个light microscope呢 只能啊,一般只能放到2000倍 而电,那electron microscope呢 电子显微镜呢,可以能放大到这个50万倍啊 所以这个呢,就是差别非常非常大 当然一般来说的话,光级显微镜呢,可以观察 啊,活的也可以观察死的 那那电子的显微镜呢,一般都是date 啊,一般都是date specimen 就是样本啊,这样一部分 那就是说,一般来说,根据经验来说的话 它的这个细胞啊,从啊,大到小啊 啊,我们它的一些,呃,所谓的这个 按排比的话,叫decreasing number 啊,decreasing order 就由大到小的这个排序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organe 所谓的就是一般的一个细胞 里面有细胞器啊,就是细胞的一些 基本的器官 那么比如说,像matochondria 这个先例体就是这个一个细胞的细胞器 那比细胞器还要小的就是bacteria,细菌 那下面就是病毒啊,非常非常小 再下面就是细胞的膜,是不是啊 是membrane,再下面就是molecular 就是基本的分子啊,所以就是由大到小 这个按decreasing order进行排列 那,呃,我们显微镜啊,它有一个放大的倍数 是怎么样子计算出来的呢? 叫magnification,放大倍数 就是等于size of image divided by size of specimen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你看到的图像的尺寸 除以实际的这个标本的尺寸 就得到放大了倍数啊 比如说你看到的是五十万倍啊 那么就是说有这个图片的大小 除以它的实际的尺寸就是达到五十万倍 也就是非常非常小,那我怎么看呢? 我只能通过这个放大镜来看 ok,这个呢是我们的,关于microscope 显微镜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这个知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呢,就是说 limiting cell size 就是限制细胞的一些尺寸 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 service area to volume ratio 就是说,细胞的表面积和它的体积之间的一个比值 那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细胞,这是细胞的radius 细胞的这个,所谓的半径radius 当它0.25的时候,0.5的时候和1.25的时候进行一个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它的细胞越小的话呢 就是说,当然它的相应的表面积也是要小0.79 是吧? 然后呢,它的表面积0.5的比这个尺寸呢是03.14 然后这个1.25的时候,它的所谓的表面积是19.65 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里的volume呢,我们也可以相应的算出0.07,0.52和8.18 可是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表面积 surface area 这个比上volume rate,也就是说它的容积或者体积比呢 我们发现什么情况呢?是11.29比1和6.04比1和2.4比1 发现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它的比值是越来越小的 也就是说,当它的这个细胞的radius半径越来越大的时候 而它的表面积和它的体积的比呢是越来越小的 也就是可见呢,当细胞的这个radius越小 它实际上表面积和volume ratio 体积的比是越大的 这个又有什么作用呢?是因为呢,就是说 我同样的,比如说同样的体积,我可是呢 我使得如果说我很多很多很小很小的细胞的话 我细胞非常小的时候,那么它的表面积确实是最大的 这样子的话,因为表面这个整个一个细胞表面积 如果总的来说它最大的话 那么它的进出啊,作为一个利用的物质啊,能量啊 那它就是最有效的,最高效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出来就是说 在表面积和这个体积相比较呢 细菌病毒做的远远要比和它大的 比如说甚至很多大的细胞像人体细胞,植物细胞要更好 因为它的适应能力更强,表面积越大 这样的Service Area越大了,它的更多利用的 可利用的各种水啊,或者是能量啊等等就越多啊 这样子的话它更容易生存 所以这就是Service Volume Area它的相比较而言的这部分 那同样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看这个,为什么这个靠近北极的人 是不是啊,这个个子比较高 是不是啊,人家说,我这个是为了更好的接近太阳 是不是啊,这部分 当然就是,然后所以靠近,呃,就吃到的人 个子长得比较矮,是不是啊,是吧 但实际上也有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说,呃,这个,嗯,靠近吃到的这个 这些不放的人,呃,人的话呢,它个子小啊 实际上呢,它相应的这个表面积 对它的体积的来说的话 实际上它是更加的就是大的 然后呢,它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呃,能量啊,恢复啊 就是说,交流啊,等等也是实际上是最最最最最高的 因为它吃到这个地方呢,相应的来说 就比较的就是说,热啊,所以能量要消耗比较高 而相对来说的话呢,呃,北极的啊,靠近比如说瑞典啊,或者是芬兰啊,这些 或者是就是比较寒冷的地方人,那个子相比较大的话呢 那相应的,它的表面积和它的体积的比是比较小的啊,个子比较大嘛 这样的话呢,它的预寒啊,就是说能量散失的就相对比较小 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也就是各种解释啊,一种解释 OK,啊,那么我们下面来看就是seal pro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就是说细胞的复制和它的什么样的分化啊,就是不断的分化 当然我们后面呢,会有专门的章节来讲这个所谓的mitosis 也就是有丝分裂和meiosis,减速分裂 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细胞里面呢,是mitosis 就有丝分裂,如果是性细胞啊,男性的像精子 女性的卵子,它的分裂呢,叫meiosis,就是减速分裂 但它们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一个变两个,是吧 你比如看我们这个图,我们看呢,其实它原来呢,是一个细胞 现在呢,就从中间一分为二,就是变成一个变两个 这样呢,就是细胞呢,就完成了自我的复制 OK,当然,至于谈到differation的时候呢,我们就 必须要谈到stem cell,就是干细胞 干细胞呢,有各种各样的干细胞 比如说胚胎干细胞,大家可以看到embryo stem cell,是不是啊 还有呢,是吧,meshenkyo chemo stem cell,肩葱质的干细胞啊 还有脂肪的干细胞啊,等等等等,或者骨髓里面 有一些造学干细胞啊,是吧,hemato stem cell,就是所谓的造学干细胞等等 那这个干细胞呢,它其实作为一个原始的一个细胞 它可以发展成为任何一个细胞,只要给它相应的条件 或者是相应的这个cytokin细胞因子 或者相应的这种enzyme,等等啊,一个这种signal chemical signal,它就会发展,就是说 各种一样的这个,比如说,器官啊,所以就是说 它也叫做pleuripotent,embryonic stem cell 就是说,所谓的多能干细胞,或者是胚胎干细胞 那么,呃,比方说一个人,他这个因为各种原因啊,比如说需要某一个器官要换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干细胞的这个技术啊,可以把它已经失去功能的坏死的相应的这个组织呢 通过,哎,重新培养出来,培养出来的时候替换,这样的话这个人又恢复了健康 如果说,呃,其他的这种方式的话,可能,呃,并不一定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当然目前的话,stem cell这个治疗方式啊,还在处于探讨阶段 还没有就是说,真正的或者是大面积的这个来推广 然后这里面讲的就是stem cell research和treatment啊,treatment就是质量 就是干细胞的这个研究的话呢,现在全球范围都是非常的火热 尤其呢是以美国呀,这个欧美啊,日本啊,包括中国啊,这个也都非常的火热啊 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少就是说,研究的过程当中的一些scandal,一些丑闻 到时候呢,我们以后再谈了,是吧,治疗的话呢,我刚才也提到过 这个stem cell的干细胞的治疗非常有前景,呃,它可以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Parkinson,Alzheimer disease,Parkinson就是手比较抖动 Alzheimer就是所谓的老年痴呆症,目前这些疾病呢,都是很难治疗的 那么有望呢,如果说有stem cell就是干细胞的话呢,它能够取得一个突破性的治疗方案啊 目前的话呢,还都是处于一个,至少对美国来说没有得到美国FDA的一个认证吧 OK 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呃,关于这个第一部分的这个,叫,呃,章节的内容 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 对